大家好 市市已暴入3月份的下旬 而且接近月底 未来这个星期一 是今个月期指转仓的高峰日 星期二是即月期指结算日 到星期三是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市场有个憧憬 因为市经过一轮的下跌之后 明显看到在100天线作用水平 估额好像有些收斂 问题是买盘能否持续 老实说真的要不望北水 如果北水能够有些维稳的部署 我觉得指数进一步回到10天 甚至二十天线的机会是有的 但当然暂时来说大家要留意 指数虽然断定了或回到100天线 但技术上10天线仍在上面 20亦是50亦如是 指数一定要进一步回到10天线 大约在28680点左右的水平 站在10天线上 才可以说这阵中期调整 技术上、形态上可能暂时见到低位 但后续来说就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 而定到底是怎样的 市近期来说的确不是太理性的抛售 尤其是在上周三和周四 没办法 指数跌穿了 而18000再进一步下限的时间 事必一定有些恐慌性 这一阵下来又不是有那么多特别的坏消息 当然股市累积的升幅真的不少 是要调整 而且这所谓的中期调整 时间会比较长 但最关键在哪裏呢 一旦去到这些政治角力的层面 从来都凌价了基本因素 亦都凌价于技术分析 看见腾讯的业绩相当量力 去年增长成70% 估计今年都是高双位数时的增长 小米更加教到供货 奈何在市况当中 腾讯都一度跌穿600元 小米更加不用说 但两者在大市宣定之后 都要有一个明显和技术上的 一个后抽或反弹 但到底是否已经摆脱了最坏的一刻 说回来又要看10天平均移动线 如果指数能够翻到10天线上 基本上可以进一步删定 至于四月份的市怎样行 就要看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几日市 然后我们是知道的 整个浪真正的起步点 整个大浪 就是由去年3月19日的低位 21,139点 11个月的上升 最终去到今年2月18日 是高见31,183 累积升幅有1044点 当然不知1044点的市升完之后 要消化、要整固 一点都不出奇 而事实上来说 由31,183开始 这是属于一个中期的调整 我应该说过很多次了 以一个中期调整 四到六个礼拜是很正常的 你要预计它了 当然现在这样看法 可能差不多会去到八个礼拜都不顶 但八个礼拜的意思不是跌到八个礼拜 而是你见了一个低位 可能以后那两个礼拜 在105点期间市跌了3678点 相对1044点来说 即是市跌了升幅大概36%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 市跌36% 我觉得不为过 再说 中期升浪的起步点 其实应该是去年9月25日的低位 23,124 到今年2月18日的高位 31,183 23个星期足够升了8,059点 经过一个8,059点的中期上升之后 进入消化亦是正常的 同样 由31,183跌到 3月25日的低位27,505点 是跌回3,768点 技术上来说 这个亦是正常的 若不跌了升幅大概45% 换句话应该是3,678点 才对吧 大概是跌了升幅大概是45% 由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亦不是太过分 一般所谓的中期调整 要跌0.318 要跌0.5 甚至跌0.618 其实这是惯性技术上的推算 现在市只跌了0.45 情况都算可控亦可接受 问题是这所谓的中期调整 最坏那一刻是否已经过了 首先来说这阵市的回落有几个原因 第一升得多有回途 第二北水 早前来说很蜂蕴地进入 后期来说很保守 不单而抽离 市场没有水便没得谈的 最重要是有动力 股市没有动力 不单而升 不单而要跌 接着美国的政策出台 造成一个打击 有甚麽不让市场的气氛 由一个很刺烈的气候 转出一个比较保守的心态 这是一个过程 3月份31日 到底指数会去到哪里收市 我没有水星球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当你2万8千左右 大家好吗 在2万8千左右 过渡到4月初 市可否扭转成为先低后高 大家都有这个憧憬 但这个先低 要容许市在4月初旬 先行略为反复 你取下低位 自然有机会慢慢走上去 从去年10月开始 11、12到今年1月、2月 每个月初都见到低位 那就有条件后高 相对3月份就不同了 在3号先行见到高位2万9千912点 如果要这个是低位再向上走的话 市要好旺才行 但事实上来说 真的做不到 因为北水不远地抽离 所以去到4月初旬 如果在上旬的时间 市有一阵的反复 而稍为下跌 如果在我角度来说 只要不跌穿2万7千508点 其实都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既然你要中期调整 你就行中期调整 千万不要走到这么上 才下跌下去 第一只脚 整个终期调整 第一只脚是28,326点 第二只脚是27,505点 两只脚组成一个下降形态 对后市来说 始终仍然有少少负面 看看后续市能否回上10天线 如果回上10天线 或未回上10天线 先行回一回拿下低位 只要这个低位 不要低过27,505点 然后再咬腰上 即是说 漸漸组成一个短期上升的形态 所以4月份的市在月初 先行拿一拿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知道 任何环境 无论如何低也好 不要低过27,505点 到市真的结束了中期调整 再行的时间 什么股份都会拉升 我想都是腾讯和小米先行 至于阿里巴巴近期来说稍微偏弱 但如果说整个气候来看 阿里巴巴走势真的不太差 在上星期四未跌这个浪之前 阿里巴巴股价一直是283 就算其他新经济股下降 阿里巴巴也是咬着283 后期就没办法了 就拿下来 或者拿了个低位之后 有待4月份慢慢组成一个先低后高 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先看看3月份 去到尾的情况是怎样的 即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看看市是怎样行 至少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